22分的西藏时间 今天天气确实有些变化了 早起的朋友们应该有感受到 跟前几天的早起的体感温度 确实有些凉意 尤其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影响不大 不过幸好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是快闪行的 今天过后 明天季风就要减弱了 所以今天要注意一下衣服的穿搭 先来看一下这次的水气 从昨天下半天的封面 到此刻的东北季风 整个雨势没有到太多 但是在阴风面都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一样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多云短暂阵雨的形态 中部以北到双北 甚至到基隆 云层量稍微变得比较多一点点 当然温度的下降的感受上面也会有的 在南澳秀岭等地 过去是雨量是比较多的 但也没有下到非常的大 三毫米左右 昨天到今天的累计雨量 都是在宜兰比较多一点 来到将近50毫米的累计雨量 幸好今天的雨势会稍微集中在东北部地区 而且雨没有到太大 明天后天东北季风减弱之后 周五就是下一波的东北季风了 而温度降雨的部分 今天的水气跟昨天蛮类似的一样 在东半部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为主 东北部地区就是时不时会有多云短暂阵雨的形态 温度反而这一次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前几天热了一段时间 包括昨天在高雄美农这边来到34.6度 而且在北台湾的台北也有32.8度 真的蛮像夏天的感受 但是一秒又回到了秋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 大概跟前两天的高温比起来 降个6度左右都是有可能的 中南部地区影响的比较有限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游温差大 中南部地区要留意空气品质的问题 东北季风北东高温稍微降了一点点 但是明天后天又要回温 不过周五的这一波的东北季风 也就是下一波的东北季风 似乎强度会稍微比较明显 所以降温的幅度比较更有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星期大致上的变化 就是起起伏伏的 在周三周四这两天 高温又可以回到32度 然后周五过后你可以看到 溜滑梯一路到了日一 来到高温的24度上下 低温维持在18到20度左右 所以这样的衣服穿搭 真的要格外注意 这样的节气 这样的天气变化非常容易感冒 至于厚重的衣服 什么时候才能够登场呢 目前看起来 11月中到下旬 慢慢的有变凉的感觉 但是说要真的变冷 11月目前看起来 还要持续来关注 不过至少11月中前 这样的秋老虎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 大家要格外注意 有雨具的期待之外 衣服的穿搭 还有夜层的温差变化 都是格外的重要 咱们看起来到老虎 今天要读